欢迎贵宾以及媒体朋友们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今天这一场盛会的思宜 我是Amanda 仅代表我们亚洲本土 唯一的国际游轮品牌 明胜世界游轮 欢迎各位来到明胜世界一号 2024行程发布会 那么我们今天呢 谢谢大家的掌声 谢谢 非常非常的兴奋的 我们要在今天跟大家来宣布 我们明胜世界一号游轮 将于今年的暑假 强势归来 从高雄起航 那么在我们正式起航之前呢 我们接下来要先邀请各位呢 先来欣赏一段影片 我们希望借用这个影片呢 带领大家身丽其境的 进入明胜世界一号游轮 一起来欣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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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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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高雄 徐委員 郭秘書長 然後還有我們的王主席副總 然後吳榮譽理事長 林理事長 還有不是主席 吳主席 然後高局長 黃局長 高雄的朋友們 我們的消除代表在哪裡 用揮手好嗎 謝謝大家 我是民盛世界遊文 徐慕容 很高興喔 今天又在高雄 跟大家一起出一趟 首先我們先提前慶祝一下 我們的去年開堂 到現在的一周年好嗎 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剛剛前面看到的影片 是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也是我們 我剛剛看到我們這個舞師 是主持人說 是這個民盛世界 高雄其他 如果是我 我可能覺得是高雄其他 民盛世界 兩邊意思是一樣的 可是我們希望是從高雄 讓伴出海 我們的未來才會更寬闊 所以高雄 我們一直記得 所以雖然我們去年 是比較短暫的 只要有任何的機會 我們都在爭取 來到港務公司 來到高雄的懷抱 好我們今天很開心 去年是在同海碼頭 今年我們到了旅運中心 很漂亮 然後今天的這個 羅谷 真的叫做羅谷正天 整個感受到了 不一樣的旅運中心 所以這裡我也代表人生世界 感謝一下高雄市政府的 各個單位之處 以及最重要的是港務公司 提供了我們一個 這麼好的場地 以及這麼好的服務 我們野衛的單位 幫我們鼓勵一下好嗎 民盛世界郵輪 我們在世界四大洲發財的國家 我們擁有46家國際酒店 每一年 我們接待超過8000萬旅客 那麼民盛世界郵輪 僅僅是在這個集團當中的 一員 我們是一份子 但是我想在疫情之後 我們是唯一一個 到台灣 經營母港路線的航商 也就是船公司本人 勇氣非常大 但是我們相信在高雄 這麼溫暖的懷抱 還有這麼的熱心的港部 我想我們去年創造的 陳姿勢肥蘭 138趟次 我們接待了有19.9 當近20萬一個 創造了高雄 這個不是我說的 今天在港公司的這個房子裡面 我們說話是要有數字認證 高雄港運 歷史上人次最高 無論是出境 或者是入境 掌聲給自己 好不好 因為這樣子的紀錄 我們回到高雄來 是非常有引氣 我們很有興趣 所以為了代表誠意 我們這段時間 其實跟所有相關單位 一直在一起一些溝通、協調 能夠在這麼短處的時間 回到台灣的這個舞台來 我們叫做強勢 強勢歸來 應該也不為過 呃 今年我們為市場上 帶來的共有17個湯次 14個湯次 雖然是基隆突發 但是呢我們不能忘記高雄 高雄在8月19號開始 我們分別有三個湯次 分別是四晚前往那霸石原道 四晚那霸東湖島 即兩晚 三天兩晚 可以到我們的那霸 這樣子的湯次 所以其實 石原道 所以其實我們在高雄 也是抓住了這個暑假的時間 希望能夠在旅遊市場上 親子家庭出遊的這個市場上 提供更多元的一個選擇 今天我們場上 歷零了非常多的同業代表 我相信有同業聚集在這裡 這是代表我們的行程是好的 有足夠的號召力 大家也有信心來銷售 才可以在周二的中午 然後行李在這邊 稍後我們還會有一個產品 一個介紹 那我想民生世界呢 我們從去年開始 從高雄這邊 想遇市場上的 有幾個很特別的 包括我們的服務 去年在我們所有銷售團隊 以及我代表我們 郵輪船上的服務團隊 來這個致意 我們提供了市場上 郵輪產品的最高評價 所以我們才能再一次回到這裡 那我今天代表郵輪公司 代表民生世界的八點 先到這邊 稍後掌管這個支持結束以後 我會再本人 為大家來進行我們產品 跟今年行次的一個說明跟介紹 再一次謝謝大家的歷零 然後希望繼續愛護我們 支持我們 然後有任何的建議 也提供給我們 民生世界在高雄 跟大家一起在出發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 許慕容總裁 郵輪交流平台 都在熱烈的來討論 我們民生世界郵輪的新航線 那相信呢 現場的大家呢 一定跟我一樣的好奇 迫不及待的想要來解密 我們2024年高雄起航之 日本九州 沖繩的航程 那接下來呢 就要邀請大家呢 藉由一段影片呢 來瞭解我們這個新航程的內容呢 在影片之後呢 也要來聆聽我們 民生世界郵輪 徐慕容副總裁 來為我們做的航程 精彩內容的分享 首先 讓我們一起來欣賞這一段影片 請你 關注VTF CCS4141 請請請 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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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